太后怎么来了 还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 你自己瞧瞧这是什么 这只灯笼怎么了 过去常有人言 红颜祸水美人勿国 我还不相信 直到昨天夜里 仅仅给你过了一个寿臣 就酷脏失火黄金被盗 如若继续纵容你这么嚣张下去 那大秦还不知会落入什么人的手里 王上 蜜良人 您怎么又来了 王上 思洛今日是为了王后 才特意赶来告知 王后 皇上太后认定库葬起火 今因庆生而起 匆匆赶去了雍门宫 怕是要坏事啊 毕竟也是刚刚得知消息 所以赶紧赶来 请王上速去救王后 王上 若您不赶紧去雍门宫的话 只怕王后 寡人知道了 先回去吧 王上 区区小事 王后自会处置妥当 用不着诚惶诚恐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王上 宫中谁不惧怕 怀扬太后的威慑 王上 王上 来人 给我拿上 谁敢 太后您是怎么了 这一点小事 也值得剑拔弩张 我 库藏被盗 皆因你而起 如若不好好教训你 如何向大秦的将士交代 拿下 我是大秦王后 没有秦王的诏令 谁敢在这放肆 这大秦的后宫 何时轮到你做主了 昨夜是我的寿臣 我既为设宴 又为响客 只不过秦王 亲手制了几只灯笼 便惹了太后不孕 若论起红颜祸水 当年先王为了太后 不惜从巴蜀千里迢迢 运来鲜鱼 一路用清水滋养 到了咸阳 不知累死了多少士族 至今他们的冤魂 还在咸阳上宫游荡 太后 你怎么会有如此疑问 引起酷葬失火 总不是冤枉你吧 太后仔细看看 这是什么 太后久居深宫 怕是没见过战场吧 秦宫也没摸过吗 射离祖瞧过吧 这只灯笼 分明就是飞在高空之时 被人用剑射落的 太后无凭无据 竟也敢前来质问 不觉得可笑吗 我真是小瞧你了呀 小小赵女 反应竟然如此之快 昊兰不比华阳太后 从来金尊玉贵 千娇百宠 我上过邯郸城楼 见识过千军万马 还险些成了人盾呢 万剑穿心我都不怕 还怕这些后宫的 富人伎俩吗 我站在这儿好好跟您说话 今天您是长辈 但若长辈不辞 也莫怪我不孝 人哪 莫要得意忘形 瓦雀飞上枝头 也始终都是瓦雀 成不了凤华 作为过来人 太后自然比我多 没有梧桐枝的凤华 连瓦雀都不容 不容忍 站住 何意 您是长者 自可妄为 可他们不是 无缘无故 擅闯王后请殿 便要一律处置 太后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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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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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拉到广场 各仗八十 母后饶命 从此有固守秦吕者 不尊宫规者 便依此意 母后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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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华阳太后一回到宫中 便大发脾气 宣侯父和杨泉君 先后赶到华阳宫 都未能劝住 然后呢 碧妾前去安府 可是没说两句话 便被淮阳太后赶了出来 却在门口 遇见一位意外之客 谁 公子夕 太后 碧妾的确是米氏族人 也确实是由淮阳太后 许配给王上 可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出嫁之前 我是楚国人 可是出嫁之后 我就是秦王的女人 无论她待我如何 我和承桥的一生 都细于她一人 可如今王上为了王后 大大的触怒了淮阳太后 只怕她会另寻援助 你是说 她与公子夕 结成了盟友 这还只是面上的事情 虽然王上如今已经登位 掌握了秦国大权 可是米氏一族的势力根深蒂固 又加上公子夕 这怕会成为王上的心腹之患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诺 太后 太后 四罗人为言轻 无法左右王上 还请您一定要提醒王上 千万小心尽在咫尺的危机 巧儿 来 向祖母归安 祖母 巧儿告退 来 太后 您瞧这米粮人是朕姓的吗 历来大秦后宫 都来自列国 一旦嫁入秦国 他们便成了秦人 世事以丈夫为先 是朕姓的 只有当今王后 明明知道华阳心怀叵测 还不谨言慎行 竟教唆子处 犯下如此错误 你即刻去 换她钱来 跪在殿前 太后 快去吧 诺 诺